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与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好 回来 第三次的啤梨晚步 又一间总统戏院明天做就结业了 我对总统相当有感情 为什麽呢 因为第一个铜锣湾师傅 曾经留了这麽多年 铜锣湾师傅 第二就是其实我在八三四年 因为总统大厦上面 我有个同学比较少 但是是有的 有个同学住在上面 所以 就是中学同学 所以 我们因为会去他家玩 因为那时候 疫情竟然有第二间屋 除了自己的家去接我们 即是爸爸 爸爸妈妈不在 所以我们对总统都熟的 非常熟的 我也有看的 那时候不会去读中学 我同学就是一个名艺人的儿子来的 但是他爸爸的艺名是姓刘的 他自己是姓胡的 真是古灵精怪 那就是 总统戏院 如果现在来说 其实就没有 那个感觉没那么剧烈 第一真的太多戏院 第二其实如果大家记忆中 他有些报纸都没有报道过 有些报纸都没有报道过 其实总统戏院在90年代尾的时候 他曾经大装修过 他本来是成千多个位 就是以前那些 就是你们小时候看的 是豪华戏院那类的那些戏院来的 但是到90年代尾 2000年头 他就拆过 现在我看回原来只有四百多个位 当然了 其实四百多个位在现在来说 都不是细戏院来的 是吧 我去看那些戏院 有些只有几十个位 八多个位那些叫做OK的 除了有些只有三几十个位 我都去看过 那说做完今天 不讲原因 老实说戏院当然是色眉 是吧 就是这么多对手 就是你问我 就是我很老实的 其实你都讲过很多次 就算问艺片 都是在戏院看好看很多 但是你要计算好看度了 是否值得我要换衣服出街 又搭车或者开车 吃东西 就是很多东西就衍生了 你说收工的 就是不同以前的 以前我比较年轻的社会 收工就看一场戏 接下来就吃饭 不用睡的 现在的社会是老化了 是吧 这是难做的 老实说 有时候我都不明白我们怎样搞 但是最更加 就是令到人家 真的都不知怎样说好 因为这个消息就是新保院线 在Facebook上宣布的 现在新保院线还有旺角的新保戏院 即是以前的金星 还有屯门的海都 很少人去 我想想想 你们不要理得两家戏院 竟然叫做院士 新保以前在 即是新保正在 好像在佐敦 正式新保戏院在佐敦 新保戏院 其实那个位置 即是现在却月 就不是新保 是叫做家和戏院 后来新保戏院 都很多年了 我想要二三十年了 所以我们认为 那间就一直都新保院线 就是龙头 接着 如果他找到现在金星 金星其实是说几十年前的名字 他现在新保戏院 我想都十几十年了 十几十年了 只剩两家 以前金星院线最厉害的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 新艺城的时代 在家和和邵氏 突然间有一条 金星院线 就是很多次 新艺城那些电影放在那里上的 就是电影空作室那些 但是他旺而 金星总统 即使他装修完 拆了很多小的东西 幸好厕所改变不算很大 都是那个款式 都是那个位置 最多是 因为那些渠在那里 它比较好一点 都有那种feel 都好彩 都是那种旧式气院 厕所一定要有阴心feel才行的 其实 这些气院又不是很阴心的 即是现在的深色气院 因为很多时间深色气院 去几个宫 共用的那些 就是装修好一点 不够那种 阴心的 保星也还OK 保星 保星 保星很久没去了 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吃饭 好了 没办法的 老实说 其实电影真的很难搞的 很难搞的 尤其是 以前都说大家 都在穷了一些 混合一下气行 是吧 从来 就是说很多次 50年代香港都是不够的 香港沒有浮浮是不夠樣的 以前的浮浮就是你依賴其他的就好些 你依賴我們偉大祖國因為有Sensor 那些東西起碼開始不好看 而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幫人上去 上去它上面經濟發展到這樣 就不是說你回下來就回到下來 因為始終拍攝也要錢 去自己又要吃 如果你說去現在我們香港那些 為何香港沒有那些浮呢 第一人進步 日本、韓國、台灣、歐洲人進步 第二因為你為了照顧那個浮 在過去十幾年裏面 那些氣不經意地要照顧他們的口味 就沒有了香港那種人家喜歡你的特色 那就沒有了這個 結果你沒有了這個浮又負擔不起 那個製作費 那你唯有要不忘 你想想 你好像現在的填詞L那樣 我那天看見他收650萬 650萬 650萬 我不知道可能那些audit 那些總有這些開支 那因為他拍得太便宜了 大家拍了心口 那可能break even 雖然這些錢都散收收回來 我那些錢扔收收做做發交湯 那樣扔十幾萬出來 然後扔到98元98元那樣回來 那你如果 你說如果 新人士我們有時候想 看得悶那些電影 又是煉燒日記 又是白日記 我拍得很好 不是不好看 但是現在這件事都講了幾年了 為什麼沒有那些 屌女女的槍戰那些 你怎麼拍呢 這個預算有多少 什麼先浪潮 什麼搜捕長片 屌女女的你怎麼拍 還有 以前 講以前 你封那條街 屌女女的你來拍那些槍擊片 可能被人罰 被人告 那個感覺都沒有現在那麼恐怖 現在可能真的屌女女 很嚴重 夠不夠膽做好些事情 是不是躺在馬路上 載著車 不讓他走 以前的電影人 都是這樣拍出來的 現在 譬如 那些新導演 他們都未必會拍 不是 你沒有技術 你沒試過 因為以前 無論你是紅褲仔 就是電視台出來 或者 就是海外留學派 那些 但是 他都真的經歷過 有個七八九十年代 那種瘋癲拍攝 即使我本身 我不是拍那些東西 我是一個文藝人 但是你去 跟人做的時候 都看到人 這麼想 這樣也可以 你學到怎麼拍 有時候真的要學 那你現在 你沒有這些機會 就唯有 拍身邊的東西 好了 好像很悶 於是 老實講 有些東西會有世界共鳴的 但是有些沒有的 比如你說 一念無明 又有精神分裂 或者怎樣的 那你可能 即使海外 觀眾都會有些 人民情懷有些共鳴 但是未必一定有的 所以 你動作 譬如這樣說 動作就是世界語言 就是床上動作也好 真的打架也好 那些你真的 很大 你怎麼都要大一點 你打拳 打拳下去 血飛出來 你都要花錢 好像那時候 拍下桑波 找些珠熊 買個珠費 都幾十元 買個珠心 所以其實 真的很難搞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總統又可以選擇 其實我個人來說 可以選擇 我由頭到尾 我都是喜歡 去這一類 舊式起源多些 即是獨立一動 往往他們又 即是現在都沒有了 如果說我們九十年代 都還有些小食 在總統 割總統對面 即是 即是那時候 以前還有些推車仔 即是 那叫什麼街 我不說到 謝飛道 近世貿那條街 都有很多 食的 是的 即是 又吉魚蛋 又骯髒麵 什麼東西都有 很冷靜 沒有了 Eason武漢 上開show 女租女歌迷騷擾 反白眼 遞麥叫對方上台唱 沒有什麼好報道 不過其實我覺得Eason Eason EQ不是很好 話說 其實我歌迷經常都喊得哭 他又覺得那個歌迷很騷擾他 也騷擾其他人 又騷擾其他人 於是在台上 黑麥 反白眼 騷到搖頭 甚至一度將麥 遞向該女聽眾 視對方上台唱 這樣嗎 你來唱 即是你喊完喊 你不是說別人的首歌都被唱 Eason I love you 那首歌都被唱 我是明白的 我是明白的 但是 這個不能夠排除 我認為Eason他真的 首歌還不夠 其實呢 你可以勸他叫他什麼 喂 不要這樣 你吵到隔壁的人 我直接下他的臉 你現在這樣 都是有一點點下他的臉 因為在場的人在那裡 凤凰大笑 但是 別人報道出來 報道出來 反白眼 可能有人 那些是大陸女歌迷 Aseason這樣 我們就是鼓勵 其實我又不會特別 總而言之 吵你什麼是虧行 但是這個國迷 因為根據他的描述 吵你由頭喊到尾 總之一口到尾 比如唱著尾段 突然又大喊 突然騷擾到很不得了 你現在是 那些學友這樣 喂你可不可以什麼 你讀個書 你斯文一點 這樣都會好一點 人家就沒有讀過書 是呀 那就吵咬他 即是用那些 你現在這樣被人寫 不過吵你老實說 香港的事情 那些國迷 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好了 現在兵父縣日本一男一女警 兩個人結了婚 在派出所裏面 竟然在派出所裏面幫忙 本來兩個人應該在駕駛警車出行巡邏 但是沒有 在有關時間裏面 幸好也沒有需要警車出去巡邏 現在他們 兩名警員就被罰一個月 人工 他說呢 丁副縣警方說這些行為是不能容許的 並會努力防止再度發生 那問題就是 日本媒體報道 丁副縣 OK 板臣地區 一間派出所 一個35歲的男警 結了婚 27歲的女警 結了婚 搞事 喂 你基本上都在講完 就是肯定加辯了 但是你說 男女 在警署搞事 為什麼要罰錢呢 我又不明白 當職時候 當職時候 真的不是犯法 是紀錄處分 是不是要罰一個月人工這麼誇張 不過也都不到他們說 是吧 老實說 我跟大家講 根據我啤梨 對這個人世間的觀察 是 男女同事 作出這些狗者行為 至少達到百分之三四十 噢 即是說 各位漢賀 你老婆在公司 曾經和其他男人搞的事情 起碼百分之三四十的機會 老公呢 你老公呢 百分之三四十 不會多些 你手張拍不響 他能搞的 他搞的 他搞的女同事 那就是女同事 你不會 如果女同事只有三四十 老公是八十 有一個男人搞四五個女同事 有一個女同事 有一個女同事 八分之三四十 一定有 八分之三 一定有 你不要以為有什麼酒樓 餐廳 有沒有這麼誇張 給你一個 市民心 有什麼寫字流 喂 大家沒有感情 沒有看對眼 不過那天 NUdinner之後 去卡拉OK 喝大兩杯 欺行 不要說欺行 見到你 明天唱首 什麼 南水先生總是 不是 不會 我又不是學唱 唱首是什麼 上施五月中 八點 然後兩下 唱一唱一唱一 你可不可以喝多兩杯 就是喝多兩杯 那個女同事 Jennifer 你一熱 你解開 鬆了一粒樓 不是很多 看不可以 你的臉是紅的 頸是白的 Jennifer 平時都不覺得你這麼美 神經病 很美嗎 如果我老婆有這麼美 就好了 你快來了 包到隔壁房 多多 你真是 好多 所以 都不要緊 始終紀錄部隊 扣了一個月 扣了一個月 問心一句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你們 說真的 你有哪一個同事 你有哪一個網友 沒試過在公司 裡面講過 你看看 Peter和 蘇姨是否有路 不用說 Pantry 有沒有講過 如果沒有這些事情 唐來可以說 是不是 如果 百分之三四十 但是 不要介意 第一 你可以說 幸好我老婆不會 幸好我老公不會 那就好了 第二 所以 綠姨也不怕大 最果要脫得快 男人 女人 也不認識男人 男人 每個人都會滾 他不可以搞公司同事 搞隔壁公司同事 哈哈哈哈 告訴我 做你好不好 不要 清潔阿姐都照搞 哇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 那時候我們 舊公司 不要說哪一家 這樣都照搞 那個清潔阿姐 那時候四十多歲 那時候我二十幾歲 當然覺得很老 即是覺得他 你二十幾歲 看了那些 大家想想想 那時候 老母 我們那時候 阿頭 咦 被那時候 全人說搞他 搞不可能 清潔阿姐 想想想 不想是 真的隨著我年紀越大 那保安阿頭也不出奇 有了幾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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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 他說不好 聽 也很簡單 如果以前 講以前 做酒樓 要怎麼落場 我們就覺得 那些女性 香港的妹 下場 賭錢輸了 那這些都是一個過去的例子 例如現在 大家一個問心 這個不涉及其事 大家自己問心就行 這種酒樓食肆 很多時候 都是一些新移民員工來做的 如果不是你香港人就不願意做 總是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我沒有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你一見到大陸女生 你會覺得娛樂一點 開放一點 其實當然沒有這個原道理 好了 落牆 現在環境不好 以前就睡兩晚了 現在環境不好 落牆 有些在家附近住就好一點 有些遠遠的 坐車又不是 不如落牆兩小時 有時候下午茶到三四點 集完的東西 五點鐘的人就用來打晚桌了 然後氣下 入到後樓梯的酒樓後面 鋪了紙皮在那裡幹什麼 你那樣的事 沒有去 累起來 人都會了 攤開一張紙皮 直接這樣睡一會 一天 阿蕭立 叉燒牆 在17樓上面睡下去 一下來 你這樣吃完 睡到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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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16樓 你怎麼都見到 女生就沒有這麼豪邁的 哎呀你滾牆 頭就這樣 當然要鬆開領口 因為他實在下來了 阿叉燒牆 一下來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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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柾嘔嘔櫝嘔嘔嘔嘔嘔 你問阿蓮睡醒了?很累嗎? 去哪裡來? 因為他為什麼這麼夠僵硬? 他肯定是覺得阿蓮是廣西的舊年王來的 據說他有76歲,阿蓮只有32歲 你會覺得即使這樣也不代表他淫蕩 你不覺得是淫蕩的 但是你會感覺,是不是那個感覺? 他就說,他就鞋上床保安了 你下來香港,你老公疼的,為什麼這麼辛苦? 不要講這些了,強哥,我腳上的老公疼,沒辦法了 我老公年紀大,兒子這麼小,我不出來幫忙嗎? 我見你都很辛苦,之後送兒子上學,還是老公幫忙? 不要講我小孩了,那個小孩哪有這麼早起床啊? 萬萬王朝白眼,萬萬王,是不是? 萬萬都不願望,王朝白眼都不止來啊 我啊,我都是,我早上六點幾,總於早餐給兒子吃啊 上去上學,然後就回來開工啊,真是厚厚厉啊 唉,然後坐在旁邊,其實就行就行了,我跟你說 你能夠在那裏講故事嗎? 酒樓大把這些,大人八,多到你不聽啊 真是大把,真是呀? 你去酒樓,後樓梯,只是那些避孕套啊,爛絲物 幾多用過的那些,很多啊,很平均 他們不可以收拾啊? 碎一點,幫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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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說,喂,大哥,你剛剛才呈到農事 你用完那套,你有紙巾就包了它,拿它丟去的 喂,你沒有紙巾就包了,拿著一個袋子 有些稀水在那裏,有些稀水在那裏 袋子拿著那個袋子,喂,怎麼會這樣啊? 就這樣啦,好了,很多的,我試過打牌 有女兒意欲常還,這些更加平常的,正不正啊? 很平常啊,真是好很多 正不正的,都遷就了先啦 中海和作故事的歌,真是多得不得了,我跟你說 真是多得不得了,很多,另外還有學校 你有沒有阿sir check miss,又是多人 你真是不信,我敢說,95間學校都會有這些情況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補習社,補習阿sir check 女學生,好人多,好人多,真是多得不得了 好了,另外呢,我把幾張相片看看 這個故事是來自印尼的,我們見到有個女孩 挺好樣的,她的先生和那個BB 眨眼看,男人始終是著數的 她的那個先生就帶她38年,女孩只不過是20歲 她的先生就58歲 李隆基? 即是跟我差不多,那個先生就 李隆基不是帶她30多年了? 36 OK,現在又可以幸福的 我們看看下一張相片 當問題就是,到了68,40,30歲 能否幸福到呢?78,40歲能否幸福到呢? 你現在當然可以繼續 當然,你不只是為sales的 但是,你那個gap這麼大 其實都是不凡的,但我不排除的 這都是印尼夫妻,沒什麼所謂的 女孩子挺漂亮的 但是,原來最奇妙的事是 原來這個印尼夫妻呢 有一次跟她老公一起去看她老公 因為老公已經結到幾次婚了 看她前結婚的照片的時候呢 她竟然原來發覺她自己 在9歲的時候 曾經參加過一個遠房親戚的婚禮 眾同親戚,新人拍照 而當時呢 跟她拍照的就是老公 當然當時是毫無交集 她9歲 她那時候 老公已經是大了38,40幾歲 好了,在11年後 她就遇到她老公 那時候她都不知道 她曾經參加過她老公 之前的婚禮 那大家很投契 還是有錢的老公不知道 於是乎呢 就結了婚 不過結了婚之後 看她老公以前的照片 才發覺原來曾經交集過的 那其實呢 那些韓劇就很喜歡拍這些 曾經交集過的 這個就是在9歲的年 她參加婚禮了 你看她呢 她是美女來的 小小子 那當日 參加過軟狂親戚 的婚禮 那我想她老公47歲 都娶了老婆 那時候 應該有些錢 很簡單 好了,休息一會